由县府农业处主办国立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院长黄能副主长的 农业产销人工智慧物联网专题演讲 日前在县府大理堂举行了吸引了农业相关人士来参加 会中也分享如何透过人工智慧物联网提升产品生产效率 也减少照护农作物所需要的大量时间成本 期许花莲可以迈向智慧农业 由花莲县府农业处主办国立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院长 黄能副主讲的农业产销人工智慧物联网专题演讲 27日在县府大理堂举行 分享如何透过人工智慧物联网AIOT提升生产效率 减少照护农作物所需的大量时间成本 AIOT这个A就是AI就是人工智慧 IOT就是物联网 就是我们要做各样的感测的设施 去监测空气土壤水质等等 那把这些数据做数据的分析 然后再做尽量做回控 因为现在我想台湾的农业 包含其实前世间都一样 就是第一个缺工 第二个就是年纪的老化 就是很有经验的农民 可能年纪都很大 他大概没有太多的体力 可以在自己下田 那怎么样把他的经验传承下来 那AI跟这个物联网可以帮我们一些忙 不只是农业要用到AIOT 所有的都要用到AIOT 而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要以头赶上 因为民间企业以及民间个体 他为了求进步 求发展 求快速 他会很快的跟上脚步 但是如果公务们没有办法自己跟上脚步 还在原地踏步的时候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协助民间 一起来往上走 讲座吸引多位农业相关人士参加 黄能复也以火龙果为例 讲解物联网数据收集技术 人工智慧大数据分析技术等 最新AIOT应用技术 此判未来对于农业观光期教育等各领域 扩大帮助 使AIOT的应用普及化 将华联推向智慧城市 记者讲方言华联市报导 请订阅观看